这是骚饰有点便宜的一件 进门之后 这边是衣柜 进来是开放式的 它这个装修在MACAM里面算好的 地板还可以的 但是光线就觉得有点暗 因为它后面是朝北 而且它的两侧窗特别少 是一个长条形的 所以中间这一段会觉得暗 厨房还是可以的 厨房的装修还行 正餐厅 其实那边应该是早餐 它放晚了 那边地方大 所以它就是放了一个正餐 或是family room 这边是它这边放了早餐 但这个后院走过来就不敢恭维 这个后院太垃圾了 这个后院太垃圾了 基本上没户里全是杂草 坐北朝南属于 所以它前面也是没有窗 所以跟朝向没关系 就是它这个两侧结构有关系 这是车库 一个单车库 看也看不见 衣柜 上楼看一下 下面光线就好了 因为上面这个窗就有了 结构就可以了 是一个卧室 它这个都进不去看 都是出租的 这怎么玩怎么搞 Tenants living 这个也是 这不搞笑 这怎么卖房 洗衣房在这里 真搞笑 这一个卧室 它这几个卧室有 一个 可能四个卧室 里面看不到也不知道是个啥 衣柜 我已经很久没看到 把楼上的卧室分开来出租了 这个装的还蛮 有特色的 马赛克这个小砖都铺上 但这个 这个就有点不对 这个应该做的更好一点 笑 这个看不到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可能里面是一个卧室 一个卧室 它应该是四房的 看第二次 我第二次没装修 那就没用了 第二次还挺大的 其实 解释 它这个外面再看一下 它这个两边我觉得还不错 它这个外面再看一下 那一侧是公园 离公园蛮近的 哈喽 我把钥匙放进去 我不是 我也在看房 我把钥匙放进去 好吧 放进去 这边是个小公园 还不错的 就是老人可以来换换 然后这边它一直走 其实它就是到那个 大桶华那边 但这里还有一点点距离 走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个离公园很近 大概就这个走换过去20米 还是可以的 这是它的外形 谢谢大家 跟我祝你 有没有 这就好 咱们 看看